右邊多一點的客戶 這邊這邊這邊 這邊這邊 謝謝 謝謝 希望你會來改 幾隻朋友幫女兒實力多一點 籌備婚禮都很大壓力 都九成是我負責多一點 因為始終可能牽涉的朋友 或者是傳媒 都是我比較熟悉如何安排 會好一點 你未來老公負責什麼 他負責叫他家人和朋友 但我認真的 不是笑他 其實他很配合我想做的事 這件事我也很感謝 你做他就同意了 對 對 真的很難得 聽不少朋友的過程 大家很多意見不合 我們絕對沒有這個情況 對 他唯一叫我 你放鬆一點 不要太大壓力 我就說 但我不做就沒有人做了 他說不要緊 他就 輕鬆一點 你問誰會這樣說 其實我們一向都是拍攝完結婚禮 因為他人真的沒有所謂 我就問他 我們去拍攝完結婚禮好嗎 對 有禮拜 很少說是男生提出的 他說 好啊 我說後一星期就去 他說好啊 這件事也是在澳洲的 這件事就是這樣發生 我覺得其實也挺好的 因為 因為有時候這些事情 拖得來就有很多枝折 你想做這件事嗎 不是 我是想把一個很繁複很長的一件事 盡量縮短 保持到那種對那件事的開心和期待 我覺得 所以我沒有壓力 這個月 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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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我也知道很多朋友 因為這樣 搞到 搞到不想結 我覺得 其他人都不是我 所以我盡量 開始有這個想法 已經盡量避免這件事發生 你真的很擔心 都說要生很多個 你預備好了嗎 我也想的 你也想生很多個 都想盡量 但這個都好看 我覺得要現實一點 就是看情況 就是自己的身體 各方面的配合 因為有些人就很簡單 有些人就可能很複雜 每個人的反應都不一樣 你計劃到哪一個 你本身是你的計劃 四個 六個 什麼 上次說拿八萬元 有人說你什麼都好像你搞了 好像你好恨價 你會不會很遇人 我覺得其實 現實一點這樣說 香港大部分的女生 會想結婚的意向 會比男生多 你說是不是 其實這件事沒什麼所謂 都很合理 你女士可能有一個 生理時鐘的一個因素 如果我是男生 我都不假存 而且最重要是 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我可能比較 不怕醜 所以 所以就比較 對 這件事都是 我問他 你是不是 你想不想 你之前有談過 都會談的 但我覺得始終 對他來說 我相信他都很喜歡我 相信他都很喜歡 我問 不是主動不出擊 我們有商有糧 你老公很喜歡你 你喜歡的老公 我其實是很欣賞他 因為我覺得他 他 我在一個 他比較 叫做 低谷的時候 比較跟他 close 其實我看到他 過程中很 很積極 和保持一個 很樂觀面對的心態 亦都是 會 無論有一些 生活上的挫折 他都會想怎樣 用一個 最好的方法去克服 和去 改善 去改變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 給我多信心 未來一起生活 一定會有很多難關 我相信他會 和我一起去解決這些難關 我覺得這才是最寶貴